其实我在学校的这个数位学平台 事实上我资料也是比较多 很多同学上到我 老师原来我可以只是要不要只有教作业 我就今天剪到剪八月开始就跟各位提到 很多这种平台大家学生一进去 老师我又来教作业了 就只有这样而已 教作业跟改分数 所以很无聊 但是我的上面都发 你看我上课录影片 哪一周上什么有没有 但是我偶尔也会出锤 没录到声音有看到 偶尔但是现在失败率比较低一点 那点进去 以前我是连这一节课介绍什么都放在上面 但是后来觉得这样稍微比较乱一点 所以我就稍微进来之后才放 你看我有放一段一点有放这边 也有放YouTube有没有 所以同学可以自行选择他要看哪一个 反正他会看比较重要 不在于他去哪里看 只要他看得到 那我们的教材作业 其实都放在这边 所以对同学来说 他可以在这边找到他更多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比较愿意进来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整理了很多 可是 常常我要上课录 我告诉同学 我们今天来看教材区里面的哪一个 的哪一个 给个同学都告诉 老师里头 明明就站在前面 他是看不到对不对 没有打开玩笑 就是 因为数量很多 所以他不好找 所以我后来搭配弯弄 我做一件事情 现在因为我们是只有一次性的课程 所以我会把标题设成这样的 可是如果我是属于那一种 就是 这个 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是属于常态性 可能我就不用这样做 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聚焦 我们今天要上什么内容 主题很清楚 比如说我要上这个 我就在这边 任务里面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哪一堂课上什么内容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其实一般像 我所知道很多老师 他是分科嘛 比如说国文 英文 他可能就是 很多老师背课方式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他就照这个顺序这样 也可以用共背的 比如说 这个科目的那个 我们都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 科目群的老师嘛 对不对 老师你准备第几课到底 他准备第几课 大家就一起用 这样也可以 官后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可以用这样 那这样是不是 我这些教材 其实还是来自哪里 来自我那个 学校社会学平台 可是我把它整合在一起 他两边都可以看 但是他看这里的时候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一进来就知道 我这次要上什么 而且 我不会只有 在这边显示 我会在外面先告诉他 来我看一下 在这里 你看 哪一周要上什么 我往下看一下 更多 我在上课前都会先跟他们 来这里 会先跟他们公告一下 说我们这一周要上什么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上来看 当然老师应该知道了 会自动的应该不少 不不很少 很少 很少 但是没有关系 至少我有看到 看到的时候就怎样 我来这里 你不知道 这个也可以加一吗 你看 比如说我们来看他这个 这个 我们看 这位立真老师很认真 有没有 也可以给奖励 表现太棒了 他就加一 他有加一 那你怎么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 有没有加一 您在右上角 这里 有没有看到老师给你的奖励 这里 所以上课也可以几点 太困了就给他一个 反正这个只是说 加一个 那重点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比较了解 而且我都会把这个影片 有没有 先弄给他看 让他早期我只有用什么 只有用文字 但是我发现效果比较差 因为 同学没有看到到底要做什么 只看到你写文字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子 那甚至呢 我还会做一件事情 这个 是这样 对不对 甚至我会把以前的影片 因为我 我已经录很多年了 我会把 以前的影片 跟他讲说 你在预习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一下以前的影片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进另外一个课程给您看 好 这里 好 我会像这样子 告诉他 我们这一周的进度是什么 然后去年的录影片 有没有 随时把以前我叫出来 他可以回去看 所以 以前有认真录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拿来 让他们看一下的 有没有这样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那偶尔有一两次了 我也不好 就是不小心来不及回来 有没有 就 以前的我 先来教一下 这样子 你不知道 你可以跨越时光 回去找以前的你吗 对啊 所以 也可以这样用一下 你不知道 所以录影 事实上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 我回去通常 还会稍微简单看一下 所以 大部分是干什么 就是那个标题 还有那个内容 也没有弄好 但是 不会花很多时间 主要是标题修正一下 因为有时候 我都是 录影的时候 就像刚刚各位看到的一样 我都是先给标题 可是也许我这个主题 会再讲长一点点 会有增加或减少 那我回去就再稍微调整一下 就把那个 稍微调一下就好了 所以 刚开始比较辛苦 你会 不习惯 但是 被插到久了之后就会了 真的 其实 老师可以参考看看 因为也蛮 不错的方式 就是看你的 这个 使用心情 每个人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 找到老师最适合的 你觉得最顺手的 那就是最OK的 因为其实 像这些东西啊 虽然我讲了那么多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教学里面 很希望跟同学互动跟回馈 没错吧 很多同学问我 老师 那我们毕业之后 这些资料 或者课程结束 这些资料 会不会留着 那代表一件事情 他觉得这个资料 对他有帮助 对不对 那所以我这些资料 我都会继续留着 我不会说因为课程结束 我就关掉 因为学校都关了 可是我这边 会继续留着 会继续留着 所以 这是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说 可能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平台 这种数学学平台 跟OneNote 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OneNote还有很大优点就是 学习的那个什么 很容易 有没有发现老师 这样使用上 稍微用一下 是不是就会了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就真正跟老师 来建立自己的群属 试试看一看 好不好 来